HELLO 歡迎收看開箱不卡卡 那這禮拜終於是大聯盟正式的開季了 那這禮拜終於是大聯盟正式的開季了 所以我們當然要來抽這個Series 1 那這次呢它的Blister分成兩種版本 一種是普通版本 那另外一個是Fernetix出的獨家版 那這兩個版本呢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它的平行卡 會有所不同 首先呢這一個 這個普通版本的Blister 它裡面會有Royal Blue 那還有一些Holiday Variations 就是裡面會有像是 蛋啊或者是兔子 在它的背景做一些變化 算是還蠻可愛的卡片 那在Fernetix的部分呢 最主要就是要抽我們這個 Aqua Best Card 那它的顏色呢就有點像是藍綠色的感覺 OK 那除此之外呢這個卡盒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機會 可以抽到簽名的球衣啊 或者是簽名球的Redemption 所以算是這個卡盒 熱賣的原因之一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 這兩個卡盒在卡包數也有所不同 我們左邊的一般版本呢 七個卡包 右邊的Fernetix有九個卡包 所以整整多出了兩個卡包 好的那今天呢 我們就來帶大家看看到底是 普通版本的Blaster獲勝 還是Fernetix的版本獲勝啦 那首先就從這個 普通版本的Blaster開始 好的 總共有七個卡包 沒錯 好的那我們就要來開始喔 一般版本的第一包 希望可以抽到一些不錯的平行卡 希望可以抽到一些不錯的平行卡 那這是在開季前最重磅的消息 應該就是大谷跟一瓶的新聞 哇真的是不知道真相到底是怎樣 希望趕快可以有個結果喔 拿到一張Bobby Whitt Jr.的Home Road Challenge 再來是Coming Carol Source of MLB 接下來進入第二包 但其實我是想說如果大谷的簽名 可以變得便宜一點的話 還是會蠻想收一張他的舊籤的 Tatis Jr. 一張Jordan Dollar R.C. 最後是Taylor Ward 為什麼這一張特別翻過來 哇 哇酷耶 這是什麼平行啊 Nick Robertson Luciano Mate Meaning 喔 然後一張這種今年新出的這種藍色的 Aaron Judge 再來是Mike Charles 最後 好的 剛剛特別查了一下這一張應該是最普通版本的Holiday Variation 平均每兩包會有一張喔 好接下來第四包了 Axel Freelick Taylor Anderson 再來一張翻過來的Rambo Foil 然後是Freddie Freeman 最後一張Andy Rodriguez 倒數三包 倒數三包 不過目前抽起來還蠻快樂 對啊 因為有抽到那一張 Variation 覺得蠻讚的喔 又來一張喔 看這一張是什麼平行 欸 也是一般的平行 JTM Ramoto 然後一張Henry Davis 最後是Royce Robert Jr 還有Relander 倒數第二包 Elect Thomas 哎喲 Max Marcy 然後是Paul Gushman 發現不一樣耶 Paul Gushman這張是平行耶 哇 這張也是藍色的平行 蠻帥的 好後面是Royal Blue 就是Retail獨有這種藍色的 Christian Walker 最後是Sel Freelick 還有Flaure 我們還沒有抽到Elle Delacroo 哇 我們Series 1最重點的新人 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Logo想說該不會是Elle 結果是Jolly Volto 哇 這張也是普通版的Holly Day平行 Aaron Judge Ellef Nosh Jolly Volto 一張Mitra Green Games 特卡一張 Rarigus 我們今天第一張Rarigus 然後最後是Chris Murphy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第一盒的普通版本的Blister 接下來我們準備要輪到 Fanatics 那這裡面呢有九個卡包 整整多出了兩個 我們去看我們能不能幸運的獲得 那個球衣啊 或者是簽名球的Redemption 那我們來Fanatics的第一包 Solder Strong 欸我們的Elle Elle 還沒來 一張Retail Blue的 是投手新人 然後Aqua 一個是Barthstone Garrett Garrett 最後一張是Bobby Wade Jr. 第二包 然後是Han 再來 Aqua Ritz 拜託 來個Elle 吧 喔 這個也不錯 然後最後一張是我們的秀 OKOK 字母哥 這個也是名字超級長的 不錯不錯 希望等一下可以帶一張Elle 來 Helry Davis 然後有一張Homer Run Challenge Just Cheat Some Junior OK 下一張Aqua Oreos Couser 試試一個Primer 最後一張是Pita Loxo 然後一張New York Power 蠻帥的一張 Party Smith Mate McKinnon 然後一張 2023年Altops Team 最後Giant Loris 最後一張是Edley Rochman Bobby Miller 我們好像拿到一張空卡 拿到的是Riley Green 一張勇士路 I like Daughters 投手一張 最後一張是Russiano 哇 倒數四包 我們的Redemption 有夢最美 一張 一張特卡 K-Briant Haze 橫的 白襪隊的徒手 最後一張Fernando Tatis Junior 倒數三包 哇 我們一張Elle 都還沒有拿到耶 George Kirby K-Briant Haze 一張K-Griffith Junior 的特卡 然後一張反過來的Planco Rainbow Foil Steven Guam 他控制 JJ Brady 最後一張Henry Davis 倒數第二包 Lars Novar Hoppy Hoppy Ped Alonso Jason Dominguez 也是重點新人之一 Spencer Tulkerson 再來一張 Agras New York New York Smile 最後一張Averate 哇 我們真的是最後一包是嗎 糟糕了 緊緊張張 緊緊張張 先把我們Dominguez裝起來 好啦 最後一包啦 成敗 就在這一包 Tile Scrubber Bow Kneller Yoshida Corbin Carroll Chris Taylor 哇 那就沒有Redemption 果然還是做夢最美 然後一張大骨跟Mookie Bat 那時候還不是隊友 Jack Berger 欸 又一張字母哥耶 後面 Cops OK Nico Horner 最後一張Vladic Guerrero Jr 好啦 那我們也開完我們的 這個Fanatics的版本 那以上是我挑出的 Top 3的卡片 上面的三張呢 是來自於我們一般版本的Blister 下面三張來自於我們Fanatics版本的Blister 那歡迎大家看完這一集 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比較喜歡一般版本 還是Fanatics呢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布卡卡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在新的賽季最支持的球隊是哪一個呢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那我們抽到的三張都是這種Best版的平行 大概是每兩包會有一張的 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還是蠻有樂趣的 還蠻好玩的 好嗎 好嗎 好嗎